陷队一点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局长嘱咐 要保护社会争议 对这种针对建议勇为者的 报复行为 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 好 保证完成日务 我从二组给你 叫四个人过来 协助你做好医院 跟老刘家来保护 你只管专心办案 别再出差子啊 明白了 来 请坐 来 来 来 对 来 来 来 怎么回事呢 那个家伙是故意撞的脑袋呀 不是 说了吗 这事不能跟你说 不是 他跟老刘也有关系啊 你以为呢 喂 师父 对 我在局里呢 什么 什么 他 好 我明白了 好的 我 怎么了 我师父要见见你 见我 师父 我没听错吧 您要接受采访 对 是我自己主动要接受采访的 那您打算跟记者们说什么呀 我要说的话不是对记者说的 我要告诉那些心怀仇恨的 打算报复的人 在这里 我要对他们说几句话 人这一生难免犯错误 犯了错误 也要付出代价 因为这是你欠的 是你欠社会 欠受害人 欠你的家人 欠你自己的 我还要说 任何企图报复 见义勇为者的行为 都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因为这个社会有正义在 我已经分享了 一些笔合的一个人 有特别的爱 他都会这么说 现在我们看大那么多 家人的时候 你看大那么多 就是你 不了 那个 师父 您放心吧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你这身体 你别担心我 记住了 离开 别睡着了 明白 你们快过来看 怎么了 偷东西呢 哎 明着偷啊 那怎么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有味儿偷咱们的 少管心是吧 看见了不管 见得多了 那管得过来吗 别让我看见 你干什么了 把东西放下 老板 你怎么这样了 他 Run 田达哥 您这言的是哪处戏啊 我 rif支 我这叫拋转隐欲 封重 你 都说 都发言 谈谈感想 说呀 都说话呀 不说是吧 你们要不说 我就说了 触水才看两脚泥 骂意思 两个脚在水里的时候 看不出骂开 一旦拔出来了 有泥没泥 清清楚楚 我今天就出了一道 再简单不过的选择题 就把你们给烤糊了是吧 我那招供启事上 怎么说的 记得吧 身体强壮 临危不惧 胆大心细 对呀 咱不说别的 就说临危不惧 爸叫临危不惧 明明前面有危险 我不惧怕 改上得上 这叫临危不惧 我田几明信里头 有个纵旨 别让我看见 看见我就赚 这如我总之 你们这几个倒霉孩子啊 明明贼在眼皮子底下 你们就像 一过混沌赛的 等着操着手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 看骂着你们 那贼能让你们给看怕下是啥的 就你们 你们还想当我 田几明的徒弟 我承受不起 师父 我们不是不敢去吗 我们不是不敢去吗 我们知道是您装的 叶帆 看出我了 还有谁 都谁看出是我装的了 举手 把手举起来 好 好 行 你们眼睛玩得够硬的 你们几个 马上收拾东西 回家 当我田几明的徒弟 我丢不起这脸 师父 师父 别 我们 还愣着干吗 收拾东西 走啊 师父 去吧 去吧 你敢骂去 收拾东西回家了 你收拾 收拾骂 收拾 回哪儿去 你叫果妈妈呢 果铁 果铁 果铁啊 果铁 你月月怎么叫就怎么叫 在我这儿就叫果铁 因为你这果铁 已经贴到我这锅里头了 走不了了 喂 你好 说话呀 说话呀 神经病 怎么可能 说话呀 年轻人败 成了 多年轻人败 哎呀 往大里说嘛 邪不雅正啊 就得抓他 往小里说呀 提起话长的 我们家七个孩子 两个大人 我爸爸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钱 我妈妈含信如苦啊 带着我们七个孩子 绳翅俭用 结果 得了一种怪病 很严重 就指着吃药活着 有一天 我爸爸开了职房架族 没想到在路上 这个之前就让小偷给偷了 小偷偷的不是钱哪 偷的是我妈的命 这小偷太可恨了 老板 以后我跟着您一块抓贼 我记着您那句话 别让我看起来 好小子 我就看你这小子好 好 行了 不说过去了 黄彪 没想到咱们今天又见面了 你是算定了我要来啊 是啊 你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变 当年他为你废了一只手 今天 你想要为他搭上一条命吗 你心里有怨气 这么多年了 这股怨气 你还没有把他扔掉 这么多年我在里边憋着 我每天想的就一件事 就这一件事 那是你的错 我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 怎么了 害怕了 怕了 就别出英雄 住手 我都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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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彪 你一错再错 原因只有一个 你想挑战这个社会 今天我要告诉你 正义的社会 是不容你挑战 扣起来 是 走 走 小善 小善 你不 不错呀 回头乱点筛货 等咱们货一到 一块混着运出去 行 那眼下呢 刘玉生新官上任了 你这三爷不得给他送点礼去 送礼 我 我给他送什么礼 他不天天谈见勇为吗 你不得拿见勇为开刀吗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姓孙的那种妈妈 你 他才能明白这件事 跟银行的案子有关系 你得让他紧张 不是 辉哥 上次大笨子不是弄过他一回吗 不好使啊 弄得不狠 行 这回我去 我弄死他 生不如死都好啊 要让他和他媳妇俩天天担惊害怕 这事你得弄得真啊 我明白了 来吧 去吧举一下 好 你怎么样了呀 老魏 老魏 回礼 李李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老魏 哦 魏师傅 您好 溜队呀 怎么样 已经急纳归案了 我这脚腿 没白受伤啊 贵弟 收拾东西 老魏 你要干什么 出院案的 黄标都逮住了 我还在这儿干吗呀 魏师傅 您是剑义伟的英雄 您的医药费啊 都有我们基金会负责 您就安心在这儿住吧 就因为你们基金会出钱 我就更得出院 老魏 我呀 不能花东西钱哪 为你们提供帮助 是我们基金会的义务 你呀 去帮助那些个 更需要帮助的人吧 老魏 不花公家钱可以 我花自己钱给你治病 你这两次受伤 都是因为我 如果我不给你看病 我会被人戳几两骨的 老魏 你去听我的 在这儿好好养病 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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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秘书长都这么说了 您就住下吧 爸 您就听刘叔的吧 我呀 还是宁不过你呀 谢谢 你 你 我们基金会用 什么表格啊 就你说的 也像你这个 然后放到环灯上 能讲吗 能 坐下 我教你 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来吧 今天咱们开个会 林处长 今天怎么这么正式啊 还来会议室 来 来 赵总 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会啊 主要是感谢 大家对老魏的帮助 咱们基金会人虽然不多 但是效率还是很高的 我想如果能更好地利用你们的专长 生成一套系统 也算是物见其用 你才是我呢 人见其才嘛 对 反正就是小沈说的这个意思 来 小李 你帮我弄一下 师傅 您啥时候用上电脑了 会用吗 这反正不能总是我一个人说是吧 笑什么 我理解她的笑是因为咱们基金会的办公社 被电子化了 她感到欣慰吧 老沈说得对 与时俱进吧 这是我总结的几点 我们要利用小王律师的知识 建立见义勇为者的法力援助平台 利用莉莉和小沈的专长 建立公众舆论导向的平台 利用抓贼能手老田的特长 建立社会治安联动的平台 那这最后一个打问号的是什么呀 这一点是我今天主要要说的 这募捐平台 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出现过多次 建议勇为者急需资金帮助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基金会需要用资金储备 随时为那些建议勇为者提供资金帮助 我们要利用基金会良好的名声 来建立一个资金储备平台 为那些有困难的建议勇为者 解决后顾之忧 昨天啊我看见老魏 舍不得住院的样子 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难受 我同意 同意 我也同意 前面的几项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么今后工作的重点 就放在募集商款上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有什么想法 下次咱们开会再谈 好不好 好吧 好 那就都忙去吧 秘书长 您这幻灯片做得不错呀 是是是 你看这都用了电脑了 这是要抢我的饭碗 不许拿领导打合好啊 三会 三会 走 四公 三九八我又试了一遍 还是不行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啊 不 一天来八百回打补丁呢 等会儿啊 那 那你这多会儿能弄完呀 唱首歌吧 好不好 那唱啥歌呀 藏蒙的天也是我的爱 是我的爱啊 人面对金山脚下花枕开 沈总 孙公今天中午出去吃什么去了 回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这不会是仙药吧 你下次要跟你女朋友闹别扭 你就来找我 我也给你弄出仙药吃吃 那这费用 费用自理呗 不贵也就你半年的奖金多 那算了吧 这别扭啊咱闹不起呢 那你还不贵 孙公 有人来给您送花来了 送花就送你喊什么 抱上来 我要能抱出来我就抱上来了 那咱们得看看 这多大的花啊 走 那不是给我送的花吗 好 你看这么大的花瓶我能抱动吗 真好看 还有卡片呢 我看看 我看看 十天到了 最惦记你的人 送这花 对啊 这主持人送的呀 你们弄什么 是非洲局讨花 这也真的好看 怎么要送给我们呀 真的好看 怎么还这么神奇 给你送的花 马上请吃饭啊 对 谁吃饭 谁带给你的花啊 谁带给你的呀 谁送给你的呀 真好看 好看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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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花真不是你送的吗 我没事 没事没事 你别担心 花 你听我说啊 你今天下班了以后哪儿也别去 直接回家 好啊 然后手机放在身边 我随时打电话给你啊 好 好 我先挂了啊 快递公司 地址 小吕啊 你马上帮我查一下 这花是哪家快递公司送的 一定要查出送花的人是谁 沈总 他们不会对账会怎么着吧 沈总 什么 什么时候 哪一家快递公司 好 你查好马上告诉我 还有 你和小孙暂时不要离开办公室 张会那边我会安排的 行 随时联系 是吧 有情况 有人给小孙送了个花篮 还留了句狠话 谁呢 没留名字 洛款是 最惦记你的人 谁送的 是快递公司送的 现在沈总他们还在查 对小孙的保护需要升级 我觉得得做最坏的打算 不能冒险 喂 沈总 查到了吗 网站地址呢 好 我知道 你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是本事的地址吗 还不知道 我得马上去看看信息 走 你看 就是这个花篮 这帮小子心挺细啊 知道小孙喜欢花 现在的网络环境啊 就是这样的 稍微有点不注意 你的所有个人信息 都有可能泄露出去 小孙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吗 是 小孙平时跟外界联络的 都是通过网络 可就算他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 也保不住跟他联络的人 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啊 那他们交流的内容 很有可能泄露 很有可能 师长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业组长 他们给交会儿也送花篮了 照片都发过来了 一模一样吧 一模一样吧 喂 我在贝克公司 他们俩都在 确定吗 那张慧那边 嗯 对 这花的定制来自于本事 不是 那 那怎么办啊 喂 不不不 请她进来吧 好 谁啊 张慧的妈妈 她俩干嘛 我 我先走了 我在这儿 你这个时候不能走 必须要面对 现在张慧和你一样 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你要是躲开了 张慧怎么办 业组长 我 四眼斌 四眼斌 你个倒霉孩子 你还有脸长 四眼斌 我告诉你 我姑娘 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找不找你 我们家跟你呀 跟你家是今日无缘 往日无仇的 你看在我老婆子的面上 求求你了 小婷 你别去啊 小孙呢 她要是有个好歹的 我们家就没法活了 那你听她什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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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你们是她的领导吧 我求求你了 让她 别跟小慧的又来往了 好吗 你放心 公安局已经在你们家附近 派上警力了 派上警力了 那有骂用呢 那些歹徒 连银行都敢抢 他什么干不出来呀 领导我求求你们 帮帮我们吧 四眼斌 你太可恶了你啊 你 小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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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真él猥 你个混蛋 我在家哪儿 你去把我어过来 这么哀 你 个混蛋 你给我어 서ろ 我在家哪儿 你去把我ור过来 小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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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别 别 你干什么你 前面有人没看见吗 我真没看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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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来 师父 盛总 刚才怎么回事 没事 张慧的母亲不是也在吗 她母亲情绪有点激动 小婶让人把她送回去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有进展吗 我们查到了 网上的那个订单 来自于本市的一家代理服务器 但是现在没办法追踪到 具体的IP地址 像这种情况 你们有办法吗 没办法 换句话说 成本超高 办不到 什么办法 他们不然一直想报复我们 我来当诱饵 胡说 我们现在这么做 就是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来当诱饵 谁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抓住那帮混蛋 我无所谓 不行 绝对不行 行 我真的行 他们现在不是一直追踪我吗 我就在我的QQ号码里面 泄露点信息 就说我现在为了躲避仇杀 我换工作了 然后咱们再找一个容易坚实的地方 我每天正常上下班 身下事交给你们不就完了吗 你不说话呀 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秘书长 我不能让张国 因为我再受伤害了 秘书长 好 收到 收到 没有发现异常 收到 收到 还是没有情况 网上队没有情况 网上队没有情况 不准判 我病人 零色准备 零色准备 有了 再等一 犯了 你们跑 起来 零三零三 尽快急风签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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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趟 别动 快 大姐 您的班 谢谢 谢谢 赶紧打要聊 这边我们家打执行吗 师傅 怎么这个时候冒出个假局的 没出事比什么都强 怎么了 打起精神来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钓到大鱼 但是收获还是不小的 还有收获 怎么没有收获 我们收获了一个不一样的小孙 这难道不是收获吗 要这么说也对 我得替小孙谢谢你们 让她走出恐惧的阴影 要说邦 那小沈也是立了大功的 就通过小孙和张慧这事吧 我这次感触挺多的 孙延斌这次能有一个大爆发 除了咱们之外 张慧妈妈起的作用也不行 所以说你说是什么 真正让她走出阴影了 我觉得是她对张慧的爱 而这种力量是无可取代的 没想到平时那么理性的沈总 竟然说出了如此感性的话 她呀 是感同身受 对吧 沈总 这次花篮事件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确实牵制了我们很多警力 本想钓鱼 结果人家根本没反应 如果你是送花篮的人 你想得到什么 吓唬孙延冰 或者是真的想报复 想报复又没有了动静 想试试咱们的反应 我们已经做出反应了 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干扰视线 隐藏自己 这是在给咱们设局啊 他是要打乱我们的步调 我们偏要按照原来的计划走 娘子 你去盯着大本子 继续唱 好 你看 你和我再去一场宣称 是狐狸就要留下狐狸味 我不相信 他一点痕迹都没有 好 有鼓势 我先不再去 和我 你不相信 你也有什么意思 你也不相信 你这种孩子 你呀 你拿着去 你来 你是不是 你不相信 你呢 你又说你 自己定了 你确定 确定 无论他从宾馆哪个地方出来 一定要躲开监控楼巷 他肯定会绕到院子的后边去 从这儿到宣城 是朝北 所以他一定在这里出现 是 朝银行 把这儿的监控录像标准 好 交通队 发现 曾有一辆白色的捷达轿车 擅自闯了一家工地 挖断了他们工地上的一条电脑 但是没有记住车牌号 我觉得可疑 让他们把师傅的侠逆资料 发了本来 十二号 师傅 白色捷达 李太 走 走 师傅 就在这儿 天海和宣城之间 有门 走 师傅 这交通队的信息不对啊 前面没路啊 我先下去看看 小伙子 我问你个事 这以前有一条像南的路 怎么没有啊 您说原来那条土路啊 这不准备要建高楼吗 现在都成工地了 那个监控归水管 那监控是我们小区的 上个月的路向有吗 上个月没有 这是我们刚装上的 是吧 怎么办 走 去土路看看 谢谢啊 不客气 师傅 这儿这么慌 明天不会有什么摄像头了吧 你听 哪儿来的警报啊 铁套口 好 走 先去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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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是公安局检警队的 想看一下监控录像 什么时候呢 十二号凌晨 大概几点 大概十二号凌晨的 零点三十五分钟 你看一下 别动 放大 倒是 师叔 看来 郑文汇 不在现场的证据 有多成立 咱们可以正面拖他一下 富有 既然郑文汇十二号回过天海 那他不在场的证据 一定是伪造啊 虽然郑文汇十二号回过天海 她也认识大奔子和郑三雰 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他参加了营赏抢劫案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团伙的第四个人 到现在还没有露面 而且这个郑文会很油 如果把他找出来问 问不出个东西 还会打草惊蛇 终于找到大奔了 大奔的原名吴春意 虽然他经常在宣城活动 但他却是岚岗市人 他的父母都是 岚岗市的退休职工 这个大奔子是出了名的孝子 他父亲跟邻居发声了口角 他竟然跟人家动刀子 就因为这样 他在岚岗市待不下去了 就买了一辆二手的白色捷答车 跑起了黑火 怎么查到呀 是刘队让我们顺着黑车 这条线索继续往下查 所以我们才在宣城的 黑车司机中找到了一个 知道大奔子情况的人 据他说 大奔子每周都要回家去看父母 而银行抢劫案发生之后 他竟然一次都没有回去过 不要再安查了 现在就等他 以杭山市抢劫案通缉大奔子 好 杨子 大奔子是你一直盯着的 可能出现的地方 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喂 喂 什么 找到死者了 好 你先别动 等我消息 秦队 师傅 杭山市公安局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个人叫王菊 他们怀疑这个人很可能 参与了杭山市的抢劫案 这就对了 郑文辉是在欲改弥征啊 他故意暴露在我们面前 是让我们看到他没有作案实践 他让大奔子带着那第四个人 是要模仿银行抢劫案的 对 然后再杀人灭口 杨子 你去趟杭山 是 注意安全啊 好 好 我看着你 慢慢走远 我的心 无法抗拒